字幕提供 炎斷生爪刀交會無數次 巨子旗鼓相當 雙方七七之強 令周遭地狀紛紛陣列 撤手了 利昌龍手爪有如龍式 席向炎斷生手腕 欲讀鋼刀 炎斷生九段之下無間反噬之力已逐漸顯現 一個運氣不順 竟給利昌龍一擊得逞 鋼刀脫手飛去 哈哈 炎羅 是你輸了 利昌龍 霸琴九龍破全力併發 雙掌齊出 炎羅命選一切 運氣無精大法 強人仿翅之力 同樣雙掌提出 以無間切勁迎戰霸琴九龍破 剛看雅人四掌相對 頭頂蒸氣引導 卻是漢族受內力劇烈衝突所影響 到了這步 雙方一次純以內力比拚 稍有分神 便會為對方內力所淹沒 全身經脈進斷 一命呜呼 一頭玄米子遊進早上多時 身上滿是創口 招式早已不成法度 僅是勉勵支撐 玄米子 看好了 這便是你的死法 當他劍觀一閃 不急喊出一聲哀嚎 玄米子頭顱飛弱 失聲便有如斷線木偶 貪倒在地 雨下下重眼鏡頭領一死 紛紛四場奔逃 游鏡突破玄米子的包圍大步向前 出現他眼前的正式比拼內力力昌龍和岩丹生 兩人卻是處於極其脆弱的狀態 如此陽機 以游鏡這等高手 只需要一劍便能夠在此時奪取兩人性命 短暫沉默之後 他藏鏡一挺飛身向前 一劍刺術 大哥 幫主 封都眾人各自身陷從尾 無力阻止 只能眼睜睜看著游鏡的鐵劍 無情刺入 你 董 黃 游鏡 低昌龍的胸前 鐵劍直墨自比 嚴當真望向身旁的游鏡 鐵命俱喪看不出絲毫表性 僅僅只是監禁著握著那兵鐵劍 鐵劍一個矩陣 卻是龍晚上平時之雨 所發出的霸行九龍魄 岩丹生只敢生長一樂 遭氣勁針退的脹血 而游鏡卻嚴銀鐵劍 如同斷海線風箏一般肥出 落日的勢隊之中 岩丹生強者反噬痛楚 尋找游鏡的下落 勸見他筋骨勁斷 鐵面剝落 露出滿是鮮血的醜陋面袍 顯然 疑似十日無落 還燈什麼 下手啊 炎單身 咦 為何當時不炎我一起殺了 為什麼 我 我不知道 也許 我只看見了立昌龍 去做你想做的事吧 炎我 不該走了 還有人 在 等著我 最後 替我狀告那位 望見師 他的兒子 在少女時 活得 好好的 盾入 空門 便是在舒適 死去了 游鏡眼神 劍驅暗淡 頭威威一擺 離開了認識 幫主 幫主 你沒事吧 謝天謝地 妹子 這是 有鏡 不過 不錯 不過這事咱們稍後再說 狀況如何了 是 天龍教已被禁術誅滅 我倆僅存幫主指示 主要神以冥香毒焰對付各派 減少殺毒 死傷都是天龍教所造成 目前多數掌門 引眾的毒物教和阿龐 準備多時的骨毒 難以再戰 我等已將其包圍 替又幫主發落 好 該是時候 向他們說清楚 結束這無所謂的戰鬥 無謂的戰鬥 扶老乞丐起來 老乞丐還能再戰 可幫主 莫切一動機 這孤獨不比一般 無法以內力化去 還是省些力氣 喬風都僅僅是講 掌門包圍 卻不進攻 想必是有話對我們說 有什麼話 趕緊說了 讓我們變成這個樣子 是想侮辱我們嗎 阿姬 別說了 你們瞧 是炎魔 他想做什麼 不會想讓我們牽他萬趕 寧願致詞吧 若靠 別讓他聽見 受不准還要贏 我馬分屍 嘿嘿嘿 小伙子 不錯的提議 要不要親自體驗體驗 哈哈 長號長期 幫主說了什麼 別傷了正派 咱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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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幫主 我等正派見面 已是一敗徒弟 你猶了我們一條命 想說什麼 不放之說了 主位長門 各位說 平靜謠言所謀病 將我封都視為邪教誹謗 然而若是降家查證 便可得知我封都在十多年來 忽明抗窩 所作所為 皆是為了百姓 哼 難過你們打算造反 卻也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不如說 戰士一起 不免森林圖坦 腦納以為要解救百姓 最好的方法 乃是維持現狀 百姓遇到苦難 再由江湖中人 私下排解 方丈此言差矣 當今身上昏庸無人 莫斯納發覺了江湖中人 與法外行事 阻擾他私欲所小 他又會如何行動 因為小畢不是那遊行一般收兵各派 便是直邊 直接發兵以武力佔領 到了那個時候 各位還能對朝廷如此忠心耿耿 任其為首欲為嗎 哼 若真到那時候 咱們在打他媽的也不死 先幫助 你又如何保證推幻在身上 百姓們的生活會改善 是啊 先生也當的皇帝 會不會變得和這個狗皇帝一樣 野猛心中 只求改變這個世道 讓老百姓能夠過上更安穩的生活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 野猛必當接近所人 為百姓謀求福利 這是野猛現在唯一能夠向各位許下的承諾 各位可以不相信野猛 繼續率重討伐 當有封毒 亦會以奇人之稱 還治奇人之道 全力一戰 到時 絕不會如今日一般手下留情 或者各位也可以與野猛一同合作 在野猛進軍朝廷之際 協助收容各方百姓 抗擊工軍 野猛再次擔保 絕對不會侵占各派一絲一毫 野猛要向各位說的話 便是這些 之後的選擇而全 就掌握在各位掌門的手中 阿旁 將解藥給了各位掌門 遵命 阿彌陀佛 多謝岩幫主治療 岩幫主所言 你腦那茅舍 茅舍遁改 少林士便選擇相信封毒所言 協助各地百姓奪避戰狐 方丈能夠理解 自然是再好不過 武當派也同少林士一般 將會協助百姓奪避戰狐 不再干預封毒行事 華山派接受封毒的提議 逍遙谷一無一一 嗯 該幫我勉強同意 岩若 這路上就要是敢上哪個棋丐 老棋丐並會親自找你心事問嘴 若真是如此 倒是也某進入柯幫主的到來 在四大派以及許多武林名秀的相繼把他之後 在場僅存的政派一同意 將我們在插手封都進軍 至此岩單身走上的成功 化為鋼哥為玉博 為日後進軍金斯大業 打下了穩固的基礎 大哥 我們成功了 這個呢 咱們如果少了些許多麻煩 因為全軍不覆沒 超級彈頭肯定會 這戰的鵝四氣全屍吧 咱們當把握這一刻 迅速發病 陰差鬼使 手下披靡 鐵砂布的勇士 將會衝在最前頭 不錯 風都真正的戰鬥 現在才要開始 哦 天一層 一小雨下三方角力的追火 以天龍教主覆滅 僅因為只會使游性的敗亡 以及正道武林 降輔與風都手下收場 武林各派接受風都的提議 不再插手風都的進軍 並致力與收容 保護各地陰障亂 而猶疑失處的百姓 將風都 僅因為正派鹽毛失敗 跟靈朝廷威懼 我來不及唸 各位自己看 這是最後成功了啦 意思就是這樣 然後就結局嘛 可以開頭畫面嘛 恭喜你完成第二期幽靈的所有主線關卡 你可以繼續進行支線或自由關卡的遊玩 還有哦 還有哦 正如夢大人 奏金國那些東北 哎唷 哎唷 好 那事實上呢 應該是告一關落啦 OK 那謝謝大家對小歌風的前段 有我們有喜愛啦 那 主線劇情大部分在這邊都告一關落了 那後面的自由關卡會在 遊玩看 給大家看嘍 OK 喜歡我的頻道歡迎到我的頻道 左下方的圖片按個訂閱也歡迎到 右下方的把鈴鐺打開也歡迎到 粉絲連按著贊 也歡迎到 粉絲連按著贊 謝謝大家繼續收看嘍 謝謝拜拜